今天要来跟哥哥一起读的是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系列非常美丽的童话操作书 叫做A Sporn Peep Inside a Fairy Tale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他最新的一本书叫做Jack and the Beanstalk 那这系列一共已经出了九本 我家现在目前又收藏了八本 然后不小心露了一本Princess and the Peep 那今天就来先讲杰克与魔斗的故事 在讲这个之前我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特别想要推荐这系列 Peep Inside a Fairy Tale 他是A Sporn出版社非常有名的一个非常美丽的系列 他有利用大量的镂空设计 还有这些翻翻页 这些镂空还有小翻页的机关 然后来让这个传统的经典童话变得更有趣 不只是故事好 本身这个书就像一个美丽的艺术品 那我们就来跟哥哥一起读好吗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y called Jack He and his mother were poor So very poor that they had to sell their cow Jack was on the way to market with her When he met a little old man I'll give you a bag of magic beans for your cow The man said 从前从前有一个男孩叫做杰克 他和他妈妈过着穷苦的日子 穷到他们必须要把家里的母牛卖掉了 杰克呢就牵着母牛去上市场 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个小老头 这个小老头 他这个小老头就跟他说 我来用一袋有魔法的豆子来跟你换这只牛好不好啊 Great, Jack said with a grin He gave his cow to the man and took the wrinkled beans home 然后Jack就笑着说 哈,太棒了 他就把他的母牛交给这个小老头 然后带着 这颗皱巴巴的豆子回家了 不只一颗啊,好多颗 这一袋 皱巴巴是什么? 皱巴巴就是有点皱皱的 像你也洗过澡皱皮会变皱皱这样子 But his mother wasn't happy What use are these? She wailed, knocking the beans out of his hand Now we have no cow and no money for food either 但是杰克的妈妈一点都不开心 她说这些豆子有什么用呢? 她就伸手把他杰克手上的豆子给打掉了 现在我们没有牛 然后也没有钱买食物吃了 Jack and his mother went to bed hungry that night 杰克和他的妈妈 那天晚上只好饿着肚子上床 这个,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饭夜设计 这个房子可以打开哦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家里有什么 In the morning, Jack leapt out of bed Something had grown in the night Something had grown in the night Right past his window On to the beanstalk 对,真的有长出豆子 她说哇,是一颗巨大的豌豆精耶 这是,这是豌豆的豆精 Beanstalk 豌豆精呢,这样子的话 那个,就拿很多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话 那个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个 吃豆子啊? 不是 什么,怎么吃都可以这样 傑克呢,他就 从他的窗户爬出去 然后爬到这个豆 豆精上面 然后他就爬啊爬啊 一直爬到云上面哦 He climbed and climbed And up until he reached the clouds At the top of the beanstalk He found a giant castle With a giantess on the doorstep Please, can you give me some breakfast? Jack begged 他在这个豆精的最上面呢 他找到一个巨大的城堡 然后有一个女巨人 在这个城堡的门口 那你可以给我一点早餐吃吗? The giantess peered down at him in surprise Come inside, she said 他这个女巨人呢 就很惊讶地往下看他 他就说 进来吧 来看看城堡里面有什么 很喜欢这种翻野设计 She gave Jack some bread and cheese Thank you, he cried And ate it hungrily Hurry up, she said My husband will be here soon And he eats little children like you 这个女巨人呢 就给杰克一些面包和起司 杰克就是狼吞虎宴地吃这面包和起司 就那女巨人就说 快点快点 我先生呢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而他喜欢吃像你一样的小小孩 Just then, the kitchen began to shake With giant footsteps 就在这个时候 厨房里传来很巨大的脚步声 就整个都向厨房震动 Quick hide, he's the giantist 然后这个女巨人就小声说 快点,躲起来 这里就是你最喜欢的一段 Fee-fi-fo-fum I smell the blood of an English man Rore the giant Be alive or be he dead I will grind his bones to make my bread 他就说 Fee-fi-fo-fum 他说我闻到一个英国人的血的味道哦 不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都要把他的骨头磨成粉来做面包 It's just your dinner cooking said the giantess Sit down and I'll bring it 他说啊,这只是你的晚餐正在桌子上煮啦 那你坐下来 我来拿晚餐给你吃 你杰克藏在哪里 你找得到呢 对,他这里里有一个很可爱的设计 因为他是有镂空 他应用这个镂空 这后面原本杰克是坐在桌子上 他堵到面包栏里 So the giant sat down and set a beautiful golden cage on the table Lay, little hen, lay and make me rich he said and lifted the cage off the hen 他说,你母鸡,快点下蛋 他就把这个笼子给打开了 to Jack's amazement the hen laid an egg of pure gold Jack dashed out grabbed the hen and fled 杰克觉得非常惊讶 这个母鸡真的还下了一颗纯金的蛋 杰克就很快地抓住这母鸡 然后就跑出去了 Jack scrambled down the beanstalk bellowing with anger the giant chased after quick,Jack yelled to his mother bring axes 杰克呢 就很快地爬下这个 你在看这什么呢 你在看杰克是不是 杰克他很快地爬下这个斗鸡 对,你说这只母鸡很开心 你真的专门注意一些小细节 他很快地爬下斗鸡 然后这个巨人就在后面 边吼边追很生气 杰克就跟他妈妈大叫说 妈,快点拿斧头来 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斗鸡 我们来看看斗鸡 后面发生什么事 they chopped down the beanstalk and the giant was flown far over the hills they never saw him again 他们把这个斗鸡给砍断 没有啊,这是一只 同一只 同一只鸡 他只把他放下来而已 可是那个他 他生了两个蛋啊 哦对啊 他又生了一颗蛋 他可能会生蛋的鸡吧 好,他们就把这个斗鸡给砍断咯 说什么他那个 那个 生的那个蛋呢 是那个 gold 对啊 这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才会有钱 不只是颜色 是真正金子做的蛋 是很贵的 就可以卖钱的蛋 好 他们就把这斗鸡砍下来之后 这个巨人就跌到这个山丘的另外一边 再也没有人看过他 As for Jack and his mother They sold the hands golden eggs and have plenty to eat for the rest of their happy lives 好 捷克和他妈妈呢 就把这个金蛋呢 卖掉 他们此后都过着很幸福快乐的日子 再也不缺钱了 因为有这个金蛋可以卖 他这个故事就到这里 有时候我觉得 我虽然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也让我觉得他很坏 所以这个鸡就变成他们的 对 他们就把他拿走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每次在读的时候都会讲说 杰克他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他去 他闯到人家家里面去 然后把人家的金蛋给偷走 然后还让那个巨人给摔死了 从此以后还霸占人家的蒂姆鸡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而且在这个版本里面还有一个女巨人 还招待他吃早餐 女巨人这样就 他的老公就这样死掉 不是有点可怜吗 不过除此之外 这还是一本我非常美 我很喜欢的书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杰克这样做 到底是不是对的 好我好像太严肃了 反正总之就是一本非常美的书 然后这系列的其他书 很快大家看一下封面 有Nutcracker就是胡桃钱 也是里面很美 这本我好像之前有讲过 然后呢还有The Snow Queen 就是冰雪女王 这本我好像还没有说过 就是我们家 不是说过是讲过 对还没有讲过 对对对对 中文怎么这么好 然后还有这个 像Elsa的城堡一样 虽然这不是Elsa故事 可是小朋友很喜欢 因为感觉很像 那还有Cinderella灰姑娘 这本也好美 还有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ropses 白雪公主和七矮人 还有Beauty and the Beast Sleeping Beauty 这是我第一本爱上这系列的 The Little Red Riding Hood 我在部落格有写过文章分享 大部分的书 然后这系列的九本中 我已经有八本 然后只缺很遗憾 还没有收集到的 The Princess and the Beast 所以这一团也要 跟大家一起入手 好那就是谢谢哥哥了 你喜欢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嗯 好拜拜